台北仙板桥有一家药盾排骨摊 老板娘因为看到了邻居在旁边随地小便 就上前去阻止她 结果这个邻居的女婿呢 竟然找了十几个人 把这个老板娘的两个儿子打断手跟打棍 吓得他们一家人过了一年多了 到现在还不敢摆摊子做生意 而法官认为这个苏姓邻居的女婿伤害 判这个刑事两个月 并且要赔偿刘家37万元 难有那么公平去借过 监视剧画面一群人围住刘姓兄弟 其中弟弟刘县荣还被人从后面架住殴打 打人的还有人带着刀来势汹汹 被打断手的他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刀子压住你的后脑勺嘛 然后其他人两个压一个压手这样 然后整个把你压住这样拖心这样 这一切的引爆点就来自于 苏姓邻居跑到刘家柏的药盾排骨摊子旁边 随地小便 尿在这边 木头一定会吸到那些臭气 就会很臭 就是讲不定 用暴力的方式 明明再走个三步 就会有小便池 还要随地上厕所 劝阻之后可不得了 苏姓邻居的女婿竟然落了十几个人 带武器来报复 我们这边断掉 钢钉我现在因为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嘛 钢钉还没去拆啊 刘县荣被打断手 妈妈前来救人还被推倒在地上 事情过去一年多 暴力的阴影让刘家还不敢摆摊做生意 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说谁不会 你在摆摊之后 那时候人家又来给你乱 被控随地小便的苏姓邻居 暗门邻没有人回应 法院判她动手打人的女婿 有期徒刑两个月 并且要赔偿柳家母子三人 三十七万多元 中天新闻占品红林小玲 台北报导 中天新闻占品红林小玲